這一切都是真的 世間情真的要再出歌去啦 在愚人節當天發出的預告 讓粉絲們傻傻分不清楚是真還是假 今天終於真相大白 還在直播上讓粉絲們搶先聽新歌 開的目光 我否認渴望 矛盾下成長 享受其中一個熱個成長 也該有心得獲得的美貌 確認在一處是愛情之中 剛剛有人說我聽到 第五歌唱那個聲音 啊 大家有沒有聽到 有唱到細節 你也聽太細了吧 他也藏得很深 對啊 我還以為我們唱得很快 對啊 哇 那個第五歌唱 是不是剛好有多放一點長度 不曉得就放出來了 因為我們不是跟你們共同好 只要對方嗎 你看他第一邊他那麼緊張 對… 然後我在那邊 其實害怕神秘人出現 被被罵了 完了完了 要破產了 我原先是六一 完了 倒陪 究竟有沒有那第五個人 我們就好好期待 晚上十點的MV首播啦 而在新歌的錄製過程 竟讓小賴壓力超大 因為其實當時接到這個 被送導演的邀請的時候 然後我就有跟瘋子的討論說 欸 這次如果要出歌 可不可以Key不要這麼高 因為 兵變的Key真的太高 我唱不上去 然後我就說 然後瘋子就說 喔 好好好 那幫你寫一個D的 然後我就說OK 然後我就負責一段D的段落 然後結果我就說 哇 這次唱得很好這樣子 然後後來 一季錄音室的時候 然後因為一些段落的考量 會不會分配 我就要跟零九交換 那個唱的段落 可是零九那段是最高的 然後我說 哇 我又唱到高的 然後好像 那什麼意思 所以我就錄 我就真的唱不太好 然後我就壓力很大 沒有啦 差點哭 因為我們一直叫小賴說 你那邊就放輕鬆唱 隨便唱 隨便的感覺 隨性的感覺 她就說 喔 隨性的感覺 隨性唱 對 就是叫你情緒 不是動作隨便 還有印象有深刻 就是她唱的時候 她隨便唱 好 你知道 我邊跳邊唱是最好的 她就邊搖屁股 就是搖是 我很快 因為我沒辦法站著好好唱歌 你知道我站很直 好像是 我一定要 因為我連補錄那一天 我還是隨便這樣唱 動來動起來 這是藉由身體 讓你的情緒表達是不是 對 不是 動一下我氣會比較順 好特別的方式 對 然後後來前一天 然後那個瘋子的面 我說小賴我覺得 你可以再更好 你明天有空嗎 再錄一次 好啦 小賴 沒事沒事 相信成品出來 一定會讓粉絲們驚豔的 而有韋靜 瘋澤 林九 小賴 四間情 進行策劃的新歌 屬實 愛情 大家一定要好好支持啦 你 咦 請